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我們的 一拳超人 英雄之路啦 那今天是我們2022年的12月22號喔 那今天登錄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新的東西 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這個 火鍋大作戰究竟是什麼東西喔 而且它這個是事件結束時間是一天的啦 然後它是在我們奧德賽裡面的 就是那個...最後一格喔 因為原本的四格的話 一個是探險 然後另外一個是活動探險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漫遊了嘛對不對 然後這邊的話 特別的一天的話是多出了火鍋大作戰 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想吃火鍋 蘑菇 豆腐 還有超級好吃的牛肉 不行 我們快去找這些食材 然後做一頓豐盛的火鍋 但是獲得食材的道路是非常謙新的喔 好像還有怪人出沒了幾項 不過什麼也無法阻止我們假火鍋啦好不好 笑死 然後在這一次的事件中 只能上這5名角色 一定要好好選擇喔 OK 好 那當然是選擇我們最厲害的隊伍啦好不好 那慕容來說這樣的話應該是可以的吧 不然我們把這個換成這個好了好不好 還是把它換豬城 換豬城好了 進入探險 選擇角色進入本次的事件 在事件重置前無法重新選擇是否繼續 OK 好 來 走起 讓我們出發去尋找火鍋食材吧 然後真正到怪人洞穴 喔 這感覺是那個耶 就是有點像是那個走路 然後就是會碰格子的這樣子 然後你要把它打死之類的東西 然後你會獲得奇幻券 然後奇幻券的話應該在商店這邊可以買一些東西這樣子 OMG 又是突破卡 又是新東西 各位OMG 炸的 OK 我先看一下喔 因為這邊的話距離目前來說的話是這樣子感覺 就是一個全新的概念 聖誕節改版啦好不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全新的 這個應該又是之前那個吧 之前的那個 什麼大賽的對不對 這個感覺好像就 也不用理 這個就是看起來很像很公平的那個 但是其實不公平的那個大賽 那這個沒有關係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次更新的哪一些東西 木天劇場一樣 還在 然後這一次的幸運抽獎的話 看一下最終獎勵的話 是有這個 豬神跟二郎的 然後劍彰起標賽之前的 然後基因對決回來了 然後這邊的話這些 然後冰雪聖誕節 喔 水 喔 他直接送你喔 這一次直接送你這個地獄的這個吹雪 這個還算不錯的喔 這個開心 然後這邊的話我沒有可以再買了 所以基本上其實如果你 你當獅神的話你沒有抽到很多豬神啦對不對 你是可以用這個 你買這個777 然後去解這個任務 你基本上 這個活動你可以拿一隻 喔 就是因為 那個擊敗強者之路三層的這個BOSS1 跟活躍這個應該是沒問題的 所以這邊可以慢慢累積 喔 像這邊之前豬神沒有拿到就是那個神話對不對 這邊就可以讓你拿到神話了 然後 這一次的話活動中卡是拿到這個寒冬壁喔 那寒冬壁這邊的話 喔 好 好 全新的角色好不好 是我們這個 吹雪 跟我們的龍捲 這個不錯 然後 新角色還有一個童地 OMG 那目前來說的話就是 有三隻角色登場了耶 哇 很多 然後 巔崩對決的話呢 是我們就是那個工會的PVP的東西 好 那目前看完了 然後 心願占卜這一次是要使用這個寒冬壁的喔 那寒冬壁這邊的話應該也是可以就是 簽到這邊索取 然後 再來應該是可以用我們的一些 壁跟券來換 這邊有 有沒有看到 這些都可以換 然後 這一次大甲應該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龍捲了喔 那這個的話我們這幾天再看一下這隻角色 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他這次全新的這個 特別的一天 然後 你命的話基本上是可以拿到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加強突破卡啦 好不好 所以 又有新東西啊 各位 又有什麼東西可以突破啦 那那個突破是在哪裡 那個突破卡 不知道耶 精神電塔嗎 也不是啊 目前好像還沒看到 那個全新的這個突破環節 沒關係 應該是要拿到突破卡之後他才那個吧 收集這邊嗎 屬性預覽 這邊有一個新的這個集結的東西耶 真的耶 這個 突破卡是在這邊拿到之後的話 你可以就是升級他們的這些最終生命跟最終攻擊的東西 然後要收集他的卡片這樣感覺 其實我覺得好像蠻酷的 這邊要收集卡片 那要收集卡片的話 你就是要從火鍋這邊來獲取 沒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火鍋這邊的難度會不會很難 應該是不會 我們怎麼好像 我以為下正義之下 不是 對面怎麼又有機神 那我覺得有點慘耶 怎麼又是有機神的環節 好像還好 反正我們這邊打起來好像還OK的話 那就OK 好不好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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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險好險 有沒有看到機神我的那個汗都流出來了 嚇死人 然後可以拿到這個東西 我們就繼續走喔 這個感覺就是 你如果要拿到很多東西的話 應該就是繼續整個都打完 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就是那個 通關的話 應該就是直接走到那個洞口 應該就OK了 但是你一關一關走完的話 應該會有更多的一些就是 獎勵可以拿 所以這個應該 是不是該全部走完啊 對阿 而且這個比較好的是他好像沒有什麼限制什麼東西 我們發現BOSS了 只要消滅 喔 了解 就是 你要擊敗這隻大BOSS的話 你才可以拿到 就是你才可以就是通關下一層這樣子 所以每一關卡的話 都有一個大BOSS這樣的感覺 我們先看一下喔 如果小智的這個精英怪這邊打完的話 都可以拿到東西的話 那我覺得應該都要去打一下 因為 你可以拿到就是我們那個抽獎券這樣子 OK 然後 對 他們打完都會拿到這個東西 所以 我建議大家如果 要打的話應該是全都打吧對不對 因為你看你全都打的話 這邊就會有這個100的卷子 不打白不打好不好 不打白不打 你打完之後就可以獲得那個卷子 那盡量就是全打 而且 他跟其他遊戲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一般來說大家玩這個模式的時候 都是會有限制什麼部署或幹嘛之類的對不對 但這個好像沒有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把他全部打完 全部打完然後再去下一層 還是其實我們去下一層之後 他們這些東西會直接給我 跟那個忍者必須死一樣 直接全部給你這樣子 會這樣嗎 我不知道欸 如果是會這樣的話好像 就不用那麼辛苦了是不是啊 我們就不用一個一個慢慢打 但是我怕啦 我是覺得就是 還是一關打完 一關打完會比較好 因為裡面有很多這個票券 然後 票券拿一拿的話 隊友們絕對是很有幫助的 各位 沒問題 好 nice 100個 可是這好多耶 真的很多 他旁邊 左上角沒有就是那個跳過的那個環節這樣 所以這一次的話基本上就是有一大堆的這個可以打 那 關卡這個遊玩性的話好像就很像就是類似我們就是爬塔的概念 一樣是這樣慢慢一層一層打上去的這樣子 然後 關卡應該會越來越難 所以 還是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就是把每一個都走完 然後拿到就是更多的強力武器應該會更好 這個是 是 是否進行破壞 觸發倒數計時 什麽意思 會源源不斷產生怪人 喔 他會一直產生怪人 那我們就可以一直刷票券耶 大家不知道這個票券到底能夠幹嘛啦好不好 我不知道這個到底該不該一直刷就是了好不好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刷啦 因為 你可以拿到100個耶 但是那100個好像跟這個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看一下 要從哪裡拿到那個東西 對啊好像 好像好像沒有什麽關係耶 那個100的這個東西是幹嘛的 用在特別的一天內購買道具的貨幣 喔 他不會是裡面有道具然後你要買這個貨幣吧 那這個好像就沒那麼那個耶 因為我以為他是就是 能夠抽獎我們的東西 那看起來好像不是那 那我們應該可以前往下一層了 好我們先火速通關看看好不好 因為這個應該是每一天都會有的 然後你要破壞這個的話基本上 他的怪人才不會一直出一直出這樣 好不好 那還蠻特別的 就是你有看到那個巢穴的話 你就把它先破壞掉 你就可以就是 讓他的那個怪人不會一直出 因為我們剛剛沒有破壞掉 所以他的怪人一直出 你就可以一直刷這個壁這樣子 一直刷這個壁 然後你如果打完的話就可以前往下一層了 偵測到怪人 如果不盡快把他破壞的話 你基本上就是 會一直遇到那個 怪人 300的 那其實 其實還蠻好拿這個的耶 我不知道這個到底要不要刷啦 因為我也不知道這個用處到底是在哪裏 剛剛看了一下好像不是用這個 卷子來抽那個 抽我們就是那個 就是英雄卡跟怪人卡的 果然 怎麼可能讓你這麼輕鬆刷 對吼 哪有這麼好的事情 讓你那邊輕鬆刷 真的是 好沒問題 吐爛吐爛 好吐爛 看一下喔 繼續走 好走到了 直接破壞了 這樣就不會再 就不會再生怪人了 然後我們就是要慢慢去找到那個就是 BOSS的那個區域 然後把它毀掉我們就可以去下一層 那總共好像是打完之後就會有那個 就是可以出去領那個寶箱 然後那個寶箱就會有一大堆怪人的東西 這邊還有這個 那是什麽 喔 找到了 收集到食材了各位 對吼 我都忘記我們竟然目的是要找火鍋的食材了 你把火鍋的食材收集完畢了 好不好 應該是ok的 都忘記了 原來還有火鍋收集環節 沒有錯啦沒有錯啦 要收集火鍋才對啦 可以可以 輸出服服 轟爛 nice 好 沒問題 這是什麽東西 使用後一個已經顯示的敵人攻擊防御降低 ok好 那這邊的話打完 走起 下一層 獎勵層 我看一下喔 這邊總共的話 打完是有這些 喔 你要通過12個層 然後就一層會有這個集結包這樣子 現在還蠻多 喔 這獎勵層好像是直接讓你拿的 然後 是不是選了一個就不能在那個了 那我應該開這個 還是都可以 這邊啦 有沒有看到 這邊你可以買 所以其實你多刷一點好像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 就是買這個東西的道具 那好像就也還好 然後這個可以復活 好像都可以選 歐逆搶 各位 我們有歐逆搶了 我們來看一下歐逆搶的威力如何好不好 酷喔 反正一開始先過來把這個弄掉 蘇貝你想要一直刷那個道具 你就可以就是去把它打開 這邊就不攔大家了 我們來試試看歐逆搶 歐逆搶放上去的話好像就沒有那個了 看一下他的招式 他只有三星耶 會不會被打死啊 不是 應該他打不到關卡 因為龍捲全部都會收掉 這模式我覺得應該就是也是可以賺資源的模式 大家 都是可以來玩一下的 因為這遊戲基本上後面一定會出很多就是那個增加我們一些戰力的東西啦 好不好 你不打的話就會落後別人蠻多的 你看目前來說基本上哲平就是 後面的一些東西如果都有跟一點點的話 好像還不會被拉到太遠啦 而且有一些玩家好像有退坑的跡象好不好 所以競技場那邊的話都可以維持在前幾名 完全沒問題 哇 這邊 完了喔 這個迷霧這樣很尷尬喔 必須清掉這些小拚了 不清掉看不到那個視線啦 弄死弄死 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基本上大概就是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火鍋環節 那火鍋環節這邊的話就是會累積一堆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角色卡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這邊試一下會再把後面的關卡打完 那如果後面的關卡越來越難的話 這邊會再來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後面的一些東西這樣子喔 那最近的話是聖誕節 12月22號這邊有一波就是那個 版本的更新 我不知道是21號還是22號就更新了 因為我昨天21號玩的時候好像還沒有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的話就是有一波更新改版 那東西的話變得就是更豐富了 然後居然還連續出了三隻角色喔 那這三隻角色的話我們明天會再跟大家做一波 就是那個介紹看一下裡面的角色的能力 看他覺得怎麼樣這樣子 然後這一次會送的就是我們的吹雪 沒敗 至少會送一隻吹雪還行呢 那直升機怎麼沒有 那這個紅色的旗子是幹嘛的 我不知道好不好 沒事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就先玩到這邊了 那大家如果對於我們這個模式 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想法或是一些看法 然後對於我們這三隻角色有其他一些 概念的想法的話 也歡迎先在留言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自己一些看法喔 那明天的話我們就來看那一隻三隻新的英雄 然後還有另外一隻 而且這個打完好像沒有直升機耶 還是這個打完直升機還出來 先看一下 還蠻特別的 那我們現在累積了差不多兩個火鍋了喔 我們應該再累積兩個的話 我們就可以收三了 開始有慢慢的沒辦法 一波直接把他們打死了喔 好 沒問題 然後應該打完直升機才出來喔 對 那我們這次蠻衰的 那我們今晚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平台見囉 大家掰掰啦